男人全身赤裸 只是为了驾驶一台 需要脱光衣服才能驾驶的机体 而且这名为勇者的机体 还有独立自主的意识 就像个男童一般爱上了驾驶员 那天 军方又检测到了一批外星人突然出现 而且还派来了名为苏伯比亚的超强战士 一转眼 军方便派出大量人员与外星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可不妙的是 苏伯比亚的战斗力强出一个维度 打他们就像是砍瓜切菜一样简单 沿剑攻势完全无法控制的时候 具有独立意识的外星机体勇者 便自己赶到了现场 他的战斗力非常强劲 对于普通的外星人战机 基本上一拳一个 可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这些小喽啰 而是和他一样强大的人形机体苏伯比亚 他想以打败小喽啰的方式打败他 却发现自己完全是不自量力 仅仅片刻功夫 便已经被苏伯比亚摁在地上毫无反抗之力 他之所以会如此没有战斗力 是因为他认定的驾驶员 没有在他的驾驶舱之中操控 而是被关到监狱里进行审问 好在这时候 军方的人员来到监狱 说要把他带走去驾驶机体 这才让他得以离开 很快 他们便驾车来到了战斗现场 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男主竟然不愿意去驾驶俑者 路易斯尚未一见男主不听劝 便询问俑者自己是否能够成为新的驾驶员 俑者先是感动了一阵 随后又给了一个让人无语的理由 就在男主不愿意去驾驶的时候 苏伯比亚准备再次发起攻击 前军一发之际 弱小的军方战斗装甲前来解围 他们无法真正的伤害到苏伯比亚 只能拖延一点点时间 男主无法坐视队友被团灭 只能硬着头皮驾驶 没意会功夫 队友们便已经被打趴下 正准备将他们终结之时 男主终于驾驶着勇者及时赶了过来 拥有男主驾驶的勇者机体 战斗力直线上升 随后使出必杀技将其斩杀 变光伙食之间 便已分出了胜负 苏伯比亚遭受重击瞬间炸毁 氏 氏 氏